好 年前有很多吃饭的场合 但很多人都会喝酒 又很担心说自己不喝酒被劝酒 其实台湾的这种劝酒文化 非常的盛行 很多人都觉得有一些压力 勉强自己多喝几杯 国界署在今天就公布了 十大惹人厌的劝酒行为 但你有看到 像是有些人会逼你玩游戏 要划拳来喝酒 另外还有人会跟你说 我们今天不醉不归了 还有人说不然你再喝一口就好了 提醒大家 最好还是不要劝酒 饮酒真的要适量才不会伤身 又伤了感情 为了顾人情 想聚喝很难 國劍署统计过去一年 网友的抱怨声量 列出十大不受欢迎的劝酒行为 第一名就是逼你玩游戏 划酒拳 第二名要你发誓不醉不归 第三名杀伤力也很大 要你再喝一口就好 其他还包括陪喝才签约 趁不注意疯狂添酒等等 不喝是不是就不给面子 扫大家信 但就怕喝多了才是真正扫兴 像这位校长喝到大哭大闹 酒醒后校长再也笑不出来 台湾喝酒人口将近八百五十万人 其中高达一百万会暴饮 以时提醒喝酒一定要适量 男两个单位一次的饮酒量 不要超过两个单位 女生在两个小时不能超过一个单位 口腔癌 鼻咽癌 食道癌 胃癌 肠子 甚至肝癌还有女生的乳癌 这些的癌症的机会都会大幅的上升 过个年喝酒没助性反而扫兴就不好了 华尔新闻餐厅黄瑞玲台报道